車流中白色轎车 缓缓向外側切出去 却撞上一旁临停轎车 接着失控 高速往内需的车道冲过去 最后撞上桥蹲 整辆车翻了过去 白色轎车四轮朝天 前保险桿整个撞掉 桥蹲上明显擦撞痕迹 这下撞得不轻 油箱一直漏油 驾驶连忙爬出来 连手机都来不及拿 31号上午10点46分 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 这辆白色轎车 疑似晃神没注意方向 车子斜斜切出去又切回来 后方一辆骑士反应不及 整个被扫倒摔在地上 沙士目前的话送马街医院 出不了解是意识清醒 然后是轻伤 白色轎车S型的冲撞 波及两辆车 七十二年次的黄性驾驶 虽然多处擦伤没有大碍 而倒霉的骑士 也只有双手轻微受伤 是否女性友人也赶紧跑来关心 事由肇事驾驶 声称原本要去找朋友 却在路上突然谎神 没注意到偏离车道 酒侧直为零 聆听轿车无辜遭殃 机车骑士也无奈被撞 加上自己爱车严重受损 过年前这荷包恐怕伤了不少 记得张修罗 吴俊伟SN小组台北霸道